帶大家去洪水橋看租盤 單位是複式的 下層是廚房和廁所 上層是睡房 每層大約百五呎 間隔實用 最緊要是什麼 月租五千元 門口還有密碼鎖和閉路電視 不用擔心保安問題 是不是心動動呢 這裡是青山公路旁邊的和平新村 其中一幅屬於鄧氏的祖堂地 原本建了多間寮屋 去年一月拆卸重建 以金屬片格發泡膠的輕便建築材料 搭建成多個建築物 再間成十間湯房 要租都不是那麼容易 據了解租客都是經熟人介紹 每個月以現金交租 有專人收租 十個湯房全部租出 每個月的租金收入超過四萬元 早在去年二月地政總署接獲舉報 並發出勸喻信和警告信 但事隔一年仍然未有檢控行動 之後懷疑有人食除滋味 在同一地段另一間寮屋改建湯房 完全無視地政總署的警告 立法會議員王國興批評地政總署 隻眼開隻眼閉 沒有嚴厲執法便相中容違法行為 地政總署發言人回應說 由於原有登記寮屋已經清拆 寮屋登記號碼亦已取消 地政署會繼續跟進 採取進一步執行契約條款行動